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南緣百年月 南劫千年說 我轻火云的梦里 一生俯处长 难解百年航 难去千年航 我混过泪的窗截 永世花草草 看不清是假是真 说不清是毁是白 只相信青山就不服 终于都想了你 想了你心意满 我看不清是假是真 说不清是黑是白 只相信要悔就有心 只知道不清 不净敢回来 都想了你 还以后 Zither Harp 大老爷 你回来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 一切都办妥了 知府宁亲大人收下了案卷 说三日后来现复审 这么快就来复审 大老爷不必担心 复审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为了万无一失 我见过水蜜桃了 好 水蜜桃是什么东西 大老爷 她是咱们县衙五座蓝彩华的小师姐 如今在府台大人手下当五座 她可是咱宁亲大人的大红人 姐姐 到底怎么样 你听我说 这次可好了 知府大人准了我的诉状 三日之内来奉向县赴审 你们有了出头之日了 姐姐 这次为我们的案子让你受累了 现在你别说那么多了 你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怎么才能打赢这场官司 采放 知府大人来复审 咱们一定要方供 你记住 一定要咬住钱树星对咱们言行逼供 去打成招这一截 你们放心吧 我知道了 这次你们一定得商量好了 不然的话 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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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让 给福泰大人请安 报了 大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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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审案的地方 都走 这有什么 公开审案可以到院子里听审 来 好 请 叩见府台大人 好 好 请 请 请 請 叩见府台大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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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升堂了 升堂 鸡骨升堂 带人犯证人 带人犯证人上堂 人犯证人上堂 带人犯证人 带人犯证人 升远秦坤鹏 你为何口称升远 大人 我父曾任指挥 战死沙场 所以皇上有旨 封我为世袭指挥之职 秦坤鹏 孙玉凤是你何人 大人 孙玉凤是我的义姐 凤翔县上报案卷 查你与尤彩凤通奸 杀死楚氏夫妇事实 你也共认不讳 有画鸭共状在此 你一姐孙玉凤到府衙上诉 不说你冤枉 今日复审你有什么话要说 从时将来 知府大人 我与尤彩凤只是一面之时 并无通监之事 处使夫妻被害 那并非是我所为 可是凤翔县的大老爷 钱恕卿 严刑逼供 我是宁死不着 大人 那张共状的手印 是在我被他们打婚之后 他们强行摁上去的 大人 说声援通奸杀人 判定死罪 实属是冤枉 我的一姐孙玉凤 去府衙上诉 请知府大人 复审详查 替声援做主 以下抄声啊大人 尤彩凤 你有什么话要说啊 知府大人 民女 平日以绣花为生 来日 秦坤鹏到我家定秀图画 我们才得见一面 晚上 我救父母被杀 县大老爷 怀疑是秦坤鹏所为 就认定我与秦坤鹏通奸 民女不承认 他们就用攒子 攒得我死去活来 民女受刑不过 想一死了之 就违心的承认 与秦坤鹏通奸 大人 这是民女 我一时糊涂 害了秦坤鹏 也害了我自己 今日大人附身此案 民女我要喊冤 我没有与他人通奸 请大人明奸 尤彩凤 这只玉镯是怎么来的 是我在家门口捡到的 你知道这只玉镯是谁的吗 知道 是秦坤鹏的 你怎么知道 当日我曾见秦坤鹏 把这只玉镯带在手腕上 后来 胡媒婆也说这只玉镯是秦坤鹏的 这方绣花手绢是谁的 是民女的 你把绣花手绢赠给何人了 送予秦坤鹏 你与秦坤鹏只见过一面 为何要送绣花手绢给他 因为胡媒婆到我家来 说秦坤鹏托他做媒向我求亲 后来他说要有个信物 就把这方绣花手绢拿走了 说是送予秦坤鹏的 胡媒婆来了吗 叫胡媒婆上堂 老奴叩见知府大人 胡媒婆 这绣花手绢是怎么回事 大人 这块绣花手绢是秦坤鹏托我做的媒 向尤彩凤要的信物 我把他交给了秦坤鹏 你胡说 大人 我从来没叫胡媒婆保过什么媒 更没见过这方绣花手绢 胡媒婆 究竟怎么回事 你要从事讲来 大人 那秦坤鹏与油彩凤勾勾搭搭搭 先是赠他一支玉琢 后来又托我做媒 我与油彩凤一说就妥 油彩凤回赠了这方绣花手绢作为信物 我把它亲自交给了秦坤鹏 谁知道 谁知道这块绣花手绢竟出现在杀人现场 谎话 全都是谎话 老奴不敢说谎 大人 这个老婆子说的都是谎话 胡媒婆 你敢为你的证词画鸭作主吗 我敢 好 让他聚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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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媒婆已经画鸭作证 证明绣花手绢在你的手里 你还有什么话说 知府大人 这方绣花手绢确实不在我的手里 而在胡大愣的手里 那天胡大愣在酒楼向我讹诈 他手里拿的就是这帮绣花手绢 你说手绢在胡大愣手里 有什么人证明呢 有 大人 谁啊 上朝凤 那天上朝凤也在酒楼 上朝凤 上朝凤来了没有 上朝凤上堂 上朝凤叩见知府大人 上朝凤 那天在酒楼里 你 这块手绢在谁的手里 你要如实讲来 回离 回禀大人 在酒楼里 我认为秦坤鹏和他口角试试 可是 我没有看见胡大愣手里 拿着这帮手绢 上朝凤 你当时明明看见胡大愣手里拿着这帮绣花手绢 你怎么说没看见呢 你可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秦坤鹏 不准你来要挟证人 大人 上朝凤做的是假证 是真是假 我自会分辨 用不着你来网论 上朝凤 你确实没有看见胡大愣手里拿着这帮绣花手绢吗 我确实没有看见胡大愣手里拿着这帮手绢 你敢肯定吗 我敢肯定 拒绝 好 沈坤鹏 胡苇婆 上朝凤二人都已聚结 证明这块手绢确实在你手里 可是后来他竟到了杀人现场 这就足以说明 当晚你确实到过游家 大人 当晚我一直在家中 哪也没有去 做些什么 看书 睡觉 一直到天亮 谁人证明 我的母亲 还有没有其他人证明 大人 家中就我母子二人 别误他人 家人不能作证 你的分辨不足为凭 大人 我确实没有杀人 你空口无凭 我不相信 我只信证人证物 大人 可证人做的是假证 你的判断会失误的 我居官多年判案无数 从来也没有失误过 陈大人 下官在 本官刚才已经和案犯证人都谈过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回大人 尤彩凤与秦坤鹏都说下官严刑逼供 他们是驱打成招 事实是他们咆哮公堂 在确凿证据面前还狡猾抵赖 下官只是依法动刑 杀一杀他们的嚣张气炎而已 大人 前书卿是严刑逼供 尤彩凤是驱打成招 不许插话 尤彩凤 民女在 你要同时招来 你和秦坤鹏究竟有没有苟和之事 大人 民女和秦坤鹏根本没有苟和之事 所谓通奸之说 是钱大老爷强加在民女头上的罪名 望大人为民女做主 尤彩凤 本官就从你尤彩凤查起 你说你未与秦坤鹏通奸 本官要当堂检验你是否是处女之身 你敢答应吗 我敢答应 牛太凤啊 本官把丑话说在头里 要是检验以后你是处女 通奸之说自然就不存在了 此案果有冤情 本官重新查处 若查出你不是处女 那你可就是一派胡言 通奸之说可就成立了 事关重大 你可要想好啊 大人 民女早已想好 请大人派人检验吧 敢聚节吗 敢 聚节上来 我说不能没办法 只不离别人 说我 volunt家 真理几个 都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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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办法 我别人 我没办法 荣卫尤彩凤,燕明真劫 小人明白 你们给大家说说怎么个验法 回禀大老爷,这种验法叫滴血燕劫 就是取女人中止的血滴落酒中 若是处女,血滴在酒中抱团不散 若不是处女,这血滴一落酒中即刻散开 此验关系到女人的明节 责任重大,你要秉公相宴 不得有丝毫的疏忽 小人不敢有半点疏忽 好,那就开始吧 起来吧 起来吧 各位看好 这可是清如明月 静如甘露的一碗白酒 各位看好了 一块宴吧 老爷 他不是厨女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是厨女 大胆的尤彩芳 简单敢欺骗本府羞辱公差 把她抓起来 吓了人了 大人 大人我冤枉 大人 这两个女巫做梦骗大人诬陷小女 尤彩芳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厨女 公堂之上 你又同意验身 你拒绝在先 可是公堂宴节 结果并非是如此 这就暴露了你通奸的破绽 可见你尤彩芳 在蒙蔽本府掩盖罪证 是个雕华的淫妇 公堂翻案 纯属狡辩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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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武座肯定被人输买了 他出的是假证 大人 请明查 大人 秦坤芳 你二人同时在公堂喊冤翻案 却不料当堂查出 尤彩芳诗节 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知府大人 用声援斗胆问一句 这滴血燕结之法准确吗 这个武座可靠吗 他说尤彩芳不是处女 大人 您真的相信吗 滴血燕结 是大明法律 所承认的检验之法 当然是准确的 女武座 是府衙的检验私意 当然是可靠的了 准确的方法 可靠的私意 得出来的结论 当然我是相信的 大人 您这是想当然了 大人 要是你误信了假证 错用了金人 做出错误的判断 岂不是毁了大人 您的轻欲吗 秦坤鹏 本官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本府 复审秦坤彭尤彩尤彩凤通奸杀人一案 经过审问检验又复审了人证物证 现已查明 尤彩尤彩并非是处女 秦坤彩尤彩尤彩 秦坤彩尤彩尤彩尤彩通奸杀人一案 证据确凿 证据确凿 罪名成立 本府 维持凤翔县衙原判 判处杀人犯秦坤彩死刑 秋后斩绝 判处尤彩尤彩尝行 大人错派 我冤枉了大人 我冤枉 凡府不会错派 罪有应得就要哭闹 冤枉 冤枉 秦坤王 本府判你斩刑 你为何反而发孝 我久闻宁大人洞察秋毫 断案如神 素有宁钦天之美誉 可是今日复审 实在是令在下大失所望 朕可谓是 圣明之下 岂石难复 我万万没有想到 庞堂的宁钦天 竟然也是个 轻心假正 勿用奸人 错盘良善 制造冤案的糊涂观 你也不认真 你也不认真 怎么会不令在下发酵吗 秦坤王 我的判断是不会错的 我要将你错判 我就辞官不干 我要将你错杀 我就以命抵命 好 宁大人 你我一言为定 你我谁对谁错 将来自由公论 众人会被你我作证 我秦昆鹏将拭目以待 来人 在 将杀人凶手秦昆鹏 通奸淫妇游采封 押近大牢 是 押近大牢 是 你是 你这个混官 你这个混官 我还痛 娘 我是冤枉的 走 娘 娘 儿子 娘 娘 儿子是冤枉的 儿子是冤枉的 娘 冤枉 冤枉 青伯母 请 别着急 我一定要为他们智慧清白 我一定要为他们智慧清白 老爷 老爷 我看一不做二不休 明天把他传来 问他是如何以盗贼勾结 盗窃上朝奉的钱物 戏刷伤害朝廷命官的 这样咱们就能把他给关起来 省得他 省得他到处替刘彩凤和秦昆旁明渊教区 老夫人 该喝药了 还喝什么药啊 派知府大人来敷神 为彭尔评冤 可没想到知府大人也是个糊涂国 伯母 也把彭尔盯了死罪 天哪 这可怎么办 伯母 您别伤心 还是身子要紧 我就不信 这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清官 这清官究竟到哪去找啊 伯母 伯母 我想和秋菊再到省城安察院去上告 你一个单身女子上省城上告 谈何容易啊 伯母 上次我们去府衙上告 我和秋菊不是也去了吗 伯母 我愿意陪小姐去省城 伯母 您还是先喝药吧 要不我和秋菊在路上还得惦记着您 孩子 真是难为你了 伯母 我说过 这件事你不应该管 那清坤梦和尤彩凤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也不知道 怎么样 知府来复查 验出尤彩凤已经失节 官司还是输了吧 以后清坤梦和尤彩凤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既然我管了就要管到底 怎么还要管 对 我要到省城到安茶宴上告 还要上告 我的话就白说了 爹 坤梦的案子要是翻不了 那女儿脸上也不好看 咱要是不搬到钱树青 那钱树青就会掉过头来收拾我们 那弟弟的案子不就无法查清了吗 老爷 老爷 县衙下来传票 川小姐上堂问话呢 这县衙应该叫我上堂问话 就偏偏传你上堂 你看看 这钱树青找茬来了吧 他不找我 我还要找他呢 你要去哪 我要上堂去 你要上堂 肯定要在公堂上争吵起来 再把你关进大牢 你还怎么上省城 那 还是我替你上堂去吧 爹 爹 小民孙国安 听大老爷问话 我传的是孙玉凤 我没有找你 家有牵口 主是一人 我是一家之主 我家的事 当然应该由我来办 大老爷有什么话 就请问吧 孙国安 我来问你 你家是怎么与盗贼勾结的 我家没有与盗贼勾结 你家既然没有与盗贼勾结 为何我追查赃银和赃物的时候 盗贼把银酒具还回来了 我们不知道 你还是去问还银酒具的那个人吧 我再问你 我再说一遍 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 而且你与盗贼有勾结 让盗贼在公堂上示威 惊吓本官 你要是不说 就是包庇盗贼同样问罪 我没有包庇盗贼 我要你把盗贼交出来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怎么能够交得出来 你这个昏官 我家小儿子上朝凤家 无辜失踪 你不去追查人命 反倒诬陷我勾结盗贼 这到底是何缘故 是何居心 孙国安 你不但通贼不报 还敢辱骂本官 来人 把他给我关起来 钱树青 走 你这个狗官 欺压良善 伤害无辜 我跟你没完 走 走 孙国安 告诉你女儿孙玉凤 把盗贼交出来 本官我就放了你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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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进去 孙伯父 孙伯父 快点 走吧 快点 快去 爹 爹 玉峰 爹 大老爷 我看关起了孙国安 孙玉峰就得忙家里的事 就顾不上找麻烦了 大老爷就没必要担心了 我只惹恼了孙玉峰 他再给我制造出事端来 那也好吧 大老爷 我叫尚嘲讽暗中监视孙玉峰 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们也好及时采取对策 也只好如此了 这个钱书卿管我要什么盗贼 我上哪给他弄盗贼去 他这是故意找茬 是啊 他说 只要你交出盗贼 他就把我放了 这个狗官 简直不想让老百姓活下去 爹 事到如今 咱们要是不扳倒前树青 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是啊 爹 我要上省城到安茶院去上高 一个女孩家出头露面 实在不方便 爹 我不怕出头露面 更不怕山高路险 我只要月牙上高 只要女儿还有一口气 我要搬到前树青 为爹出气 为弟弟 为坤鹏 为采风 平凡昭雪 否则 不管是 衣风 一路上要多加小心 伯母 您别送了 我们会小心的 您放心好了 要多关照着点 伯母 告辞了 请回吧 秦老太太 你家儿子的事怎么样了 我家儿子的事 你不是一清二楚 哪里哪里 这关府衙门的事 我哪能知道那么多 我看你家出了事 也怪可怜的 我能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快走 大老爷 有事吗 大老爷 上茶凤说 他看见孙玉凤和他家的秋菊女伴南庄往省城方向去了 你看准了 千真万全 这孙玉凤肯定到暗茶院上告去了 这事情越闹越大 大老爷 这孙玉凤肯定到暗茶院上告去了 根本不必担心 这样吧 我派人跟上孙玉凤 把他劝回来 或者控制住他 也就没事了 事已至此 你就去办吧 不过 不能再把事情惹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下国人跟上では大谷看了 你管事已决定吗 喝点茶吧 沙好的人 喝点茶吧 去吃 到这边去 去吃 到这边走 来走 哎 新鲜的蔬菜了 大姐 你买点吧 算电机 一下 大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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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苏童 你叫我什么 对 相公 应该叫相公 一定要记住 特别是在生人面前 千万别叫露馅了 知道吗 我记住了 下去 下去 我们 我有点怕 我们行吗 怕什么 咱们是来伸冤的 有冤就得喊 要不 要这大衙门干什么 走 干什么 走 请问哪天是放告的日子 走开 少啰嗦 你不告诉我放告的日子还这么横 再不走开我可被你们抓起来 走 你 相公我们走吧 真不像话 不告诉我们放告日期还要抓人 就是 不过 没把咱们抓起来就不错了 我看还是先打听放告的日期再说 喝茶 你说出门办事怎么这么难 有人吗 二位客官 辛苦了 老伯你是 实不相瞒 老朽便是本店的店主 老伯 快请坐 老伯快坐 二位客官来省城 是走亲戚还是做生意 老伯取笑了 在下是孙建雄 他是我的书童 他叫 邱童 我们是宝基辅凤祥县人士 来省城办些杂事的 既然由凤祥县来 你们可知凤祥县有个园外叫孙国安的吗 那是我家大老爷 这位小 小相公就是我家老爷的大少爷 你果然是孙园外的大公子 在下正是 伯父怎么知道家父的名讳 早年我和令尊大人乃同窗好友 因为是同姓 所以认作同姓兄弟 算来我们分别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如此说来您就是孙伯父了 伯父在上 请受小侄儿一拜 免礼 令尊大人可好 好啊 我家老爷已经蒙冤下狱了 所以我们就来安查院上告 可是 我告诉你吧 按查院陈大人是147升堂里案 258放告收状 369去总督府走动 这样吧 你尽快写好诉状 我替你找个熟人 把状子直接递到陈大人手里 那全凭伯父安排了 这安院的差办陈时和我是好朋友 我想这状子是会递上去的 尊伯父要办此事需要上下打扁 这点银两请伯父收下 我与你父乃同性至交 这个麻我一定会帮 你可千万别再提那银子的事了 再提我就不高兴了 那也好 那就等家父异地平反昭雪之后 杀猪宰羊 大摆庆功宴之时 用这些银两买酒 到时候孙伯父一定一罪方休啊 那是自然 他把门的手打扰了 小伙伴父 在家里的银子 那是有艺船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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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意义的 有的 在家里的草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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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